说一下这个频道发展的问题 就是 我呢 说实话 这个2000多订阅 说频道发展问题 肯定会有小伙伴就觉得可笑 但是吧 也特殊嘛 因为就是做这块领域 我翻了一下 就拿咱国内平台这个B站来说 五六千订阅一大关了 算比较多的人 很少有有婆伴的 然后呢 我就算算发展比较快的吧 就是一个多星期 两个多星期吧 像2500的样子 就即便是国外的平台 我看到你像那个 像那个国外的平台上 有一个那个做这个 重症相关的领域的一个频道 在国外五十多将近六十万的粉丝 那个 那他是多大体量 对吧 你要知道 全世界这个学医的 做医疗行业的人 只有两个国家是不说英语的 只有两个国家是不用英语来 来做这个行业的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日本 因为这两个国家呢 就是二十世纪 这个 就头十年 这些个就医学啊 科学相关的一些东西 传入进来以后呢 就是大家 就那一代人 做这种本土化的这个翻译 他做的信达雅 做的程度是相当高的 也包括 咱就说 咱们国家 你像鲁迅 像日本有很多这个比较知名的这个医学家 那他们做做成这样的好处呢 其实就是在于呢 这么一来呢 对于这个大众来说 你做这种换转教育的时候 做这种医疗健康教育的时候 其实会相对容易一些 因为你用这个中文去去做相关的教育 总比你用英文做 因为好多人 其实大多数人英语是不太好的 总比你去用英语做要容易 就是这样 包括日本那边也是这样的 所以这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你是做这个患者的沟通比较容易了 反过头来呢 你去自己去做一些个东西 的时候就费劲了 因为毕竟呢 就是你习惯了本土化的这种 这个语言的这种方式了 本土化这种翻译的这种这个词语了 所以呢 就很多人一下子到这个外边 就包括我自己 我去看一些英文的文献的时候 也会一开始会不适应 你得你好多 我这里边这个肯定有小伙伴 是现在正在读研 或者正在读博的小伙伴 你所有人你都会经历一个就是看文献很困难 很头疼到可以相对能能看的顺畅一些的时候 所以这块呢就就带来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那你这个整个这个学术交流上是是存在困难的 你自己个人提高也存在困难 反过头来 你去做相关的这种课程的时候 你受众是窄的 那咱们说呢 你说中文的这个受众里边 我实际上只能做 咱们这个内地的受众 然后呢 你这个这几个特区啊 这几个特殊的地区的 这个他们的这个医生呢 普遍也是以英文为主的 所以其实在医疗这一块 其实他们并不是我这块的受众 就真正受众就是咱们这个内地的几个朋友 这就带来就是你要做外边的频道的话 会很困难很困难 外边反而是那种就是患教类的 就是那种健康教育类的 其实他更好做一些 因为好多人出去会看这个健康教育的类别的这种这个视频 嗯 这是这块 反过头来呢 就是我说一下这个频道规划啊 现在做几块内容 一块呢 就是医学基础课 医学基础课这一块呢 我现在正在做的是人体解剖 然后呢 我试图呢 把人体解剖和这个临床的实际呢 连到一起去讲 你就知道你学的解剖将来是干什么用的 就是这样 所以呢 就是这块的话呢 就是也很快 有差不多一个多月 这个我想怎么也做完了 因为其实一块的内容 并不是特别多 就是这块 然后后续呢 可能会做其他的基础课 这块的话呢 因为不是每个每门课 我都都懂 每门课都都学的明白 你像像什么免疫啊 烂七八糟 我就学的不是特别明白了 所以呢 如果有相关的这个专业的小伙伴 或者呢 说有医疗专业里相关领域学的比较好的这个小伙伴 我真的真心欢迎大家加入我这个频道 帮我一起咱们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第二块呢 就是医疗的相关技能的培训 我现在呢 因为我比较熟悉的 因为我在这个五百强的这个外企里边做了得有这个好多年的这个 汇疾相关的这块的这个培训啊 讲解 在这个方面的工作 就这块是特别熟悉的 所以我呢 初期肯定是做汇疾的内容 后续呢 再有其他的内容呢 也会给大家做 然后但是现在呢 我是限于就是我家里的环境呢 有一些个这个特殊的技能的这块的 你就不不方便这个演示 这就比较讨厌的 后续呢 我在想解决方案 看是找个朋友啊 呃 或者怎么样 你比如说 很多小伙伴之间跟我说了一句 说那个你能不能讲一讲 因为你我原来做神经内科的 讲神经科查体 对吧 因为神经科查体这一块还是比较有有有有讲头了 对吧 我很愿意讲 现在呢 就是苦于就是 呃 没有一个合适的拍摄场地 没有一个合适的model 对吧 没有一个合适的模特 就是这样 然后后续再再想办法吧 然后当然如果有小伙伴愿意 愿意帮我忙 也可以咱们一起做啊 然后第三块就是患者教育 患者教育或者叫这个普通人健康教育 这块呢 说实话 我不是给B站这边做的 因为B站这边这这块内容真的 这个观看的这个次数很低很低的 这块实际上就是给这个海外那品牌做了 因为呃 这块在海外其实是挺有受众的 我看了几块了 有一个香港的一个医生 讲了他是用纯粤语讲的 那我几乎听不听不懂只能看看字幕 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台湾的一个医生 讲的这个也是就是都是讲的 患者教育这块 说实话吧 有什么技术含量 没什么技术含量 他这块的呃 香港那个医生吧 他的剪辑其实偏差 就是一个人就像我这样 给大家对镜头去说 也没有什么这个 也不给你放什么幻灯片啊 什么都不给你放 就拿嘴去说 但是他那个迅速的长到20万粉丝 我也挺诧异的 就是可能还是因为这个 说粤语的这个做医疗的这个医生比较少 应该跟这个有关系 但是你是让我现在学粤语也来不及了 对吧 好吧 因为之前看过一个那个说多了 前看了一个 我总喜欢看这个就是讲教这个中古汉语的这个 节目 然后中古汉语他讲这个整个这个呃 汉语的发展历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其实就是呃 江浙地区的语言呃 包括什么上海话呀 江苏话 再加上这个呃 广东地区的也就是所谓广 广东省周边的就是咱们所谓的粤语 其实是两广地区的这个语言嘛 其实不光是这个广东这个粤语 广西的也算在里头 就这个区域里的语言 他其实呢 就是偏中古汉语的那种那种就是用词啊 发音方式 就是除了这个以外 就是域外的域外方音里边 其实还有像什么越南语 日语 韩语 这都属于这种这个汉语里的中古汉语的发展出来 这个体系 这样的 然后上古汉语就再往前呢 像福建话 就是所谓的闽南话 或者不不止闽南话 就是闽语系 它是上古语言 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南北朝以前啊 南北朝以后的这么大概是这么一个 所以你知道就是好多人之前那个 做这个中古汉语的课程的老师讲的 你要想学会广东话 远比学这个韩语日语要更难 就是除了你可能广东话也有特殊的文字 你像那些特殊的 但是就是那种方式 你现在要写这个普通的汉字 然后要去学广东话很费劲的 他还不像你像学外语很简单 你他你就对应学他的文字 学他的这种用法就行了 为什么之前有人说说中国人学日语简单 然后后来有人说中国人学日语难 简单是因为他他最最大困难对于老外来说是汉字 和学中文是一样的 那困难在于什么 困难在于他的汉字的发言和你的汉字发言不一样啊 所以这是你的困难 你看他的汉字你脑里反映出来总是那个 是中文的这个发言 所以这是区别 所以你看广东话的最大困难 其实就是这个 你看你看着这个汉字写法都一样 然后最后呢 他说出来的那个语流语调和你完全不一样 所以所以现在学广东话没戏了 所以不说这个 这是说这个患者教育这块 往下呢 其实就是AI和医疗结合这块 这块我后后续我还想做 因为呢 我真心的发现了 就是从这个XGPT出来以后 尤其是这个GPT4这个模型出来以后 他的这个医学的相关能力是非常强的 包括就是你给他一个案例 给他一个病例 他真的是能找出这个细节上的问题的 比如说我少给了某一个这个条件 比如我少给他一张心电图的这个结果 这个时候他给你答案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你再去根据他这个思路 你再去想没有这张心电图是不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这是一块 就是他可以做咱们说这个低年兹医生的教育工作 还要辅导低年兹工作低年兹医生的一个这个 立床工作指导的这么一个工作 这是一块 第二块还能做什么 哎呀 我尝试过拿他去这个做这个所谓这个这个 比如说要抢救的病人怎么和这个120去沟通 怎么在120来之前怎么去这个帮助这个患者 他做的是基本上和这个干了十几年的这个对应专科的医生做法是差不多的 你打几个比方 比如我做神经内科 经常有人问我两个疾病 一个是脑血管病 有脑梗了 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癫痫 脑血管病 你要知道 初期刚发病的时候 你是绝对不在去医院之前不要给病人喂任何的药物和食物或者水的 因为很有可能他会相咳会有突厌障碍 这个时候呢 你大量的这种药啊 尤其咱知道咱们如果干过的都会预见做某一个药丸 给别人去去喂 那太可怕了 所以就是这些个特殊的东西给他灌到气道里了 造成窒息造成低氧血症 你不是原本他就很重了 你又额外的 本来可能他还没危及生命危险 没有危及生命 你现在喂完了以后危及生命 所以呢 他去给我解答的时候 很明确的告诉我 千万不能喂这些东西 反而癫痫 癫痫的时候 过去没干过神经科的人 还会像过去很多这个老百姓一样 拿这个手去掐人钟 太可怕了 你知道这个太可怕了 没有用 一个是没有用 而且你是额外增加刺激 癫痫需要干什么 需要保护他 你给他周围弄上软的东西 让他这个抽起来以后 不至于磕伤 不至于摔伤 这一次你做这个 包括你给他用一些个这个毛巾 什么垫上牙 让他别把舌头咬掉 就是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这个插在GPT去回答的非常专业 所以其实未来 我其实是想去做一款APP 然后能把这个东西接入进来 给到这个社区里 这些个这个普通的这个普通民众 这个时候大家呢 就是一旦家里有人那什么了 你能第一 我通过他 我就能知道我去和120沟通的时候 我告诉120什么事情 第二一个通过他 我能知道在等120过程中 我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我哪些事情能帮他 我哪些事情别给他添乱 这是咱们说的这块 这是说这个AI这块 我哪些事情能帮他